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最近在網上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有時候我們為什麼會看很多重播片 無論是在電視或收費電視的頻道 題目就說 為什麼周星馳的電影一直都是重播 但是成龍的就沒有 有專家出了一篇文章去解釋這個現象 我們看看 原來很多人去到華人社會也有電影台去看 如果當地有收費節目的話 周不時會看到周星馳的電影重播 而頻率也很高 有很多人說 看舊片比看新片好 這些就是電影台經常翻炒舊片的 但是有人提出一個問題 就說其實當代另外一個巨星成龍的電影 其實都很紅 但是它的巡播錄就不夠周星馳高 特別在1996年之後 成龍的電影的巡播錄一直都沒有周星馳高 好 究竟這個現象是說明這兩個人的電影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兩個電影都是充滿了喜劇的色彩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原來就說 周星馳主演的電影 基本上在電影台那裏重播 都是一個必然的事 有幾個都很出名 什麼武藏園初刻醫 唐馬虎點秋香 狗品芝麻官 賭勝賭乎 那些系列 桃鶴威龍 西遊記 功夫 很多人都看過不少的 相反 成龍的電影 重播錄就沒有那麼高 主要是 文章就說 就是不耐看 為什麼不耐看法 原來成龍的非英計劃 特務迷城 A計劃 警察故事 成名之作 紅番區 重案組 雖然都很精彩 但是 他們的研究就說 看第二次 就覺得 會有點無聊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說呢 有影評人就報道說 周星馳給人 都有一個很強的哲理性 當我們看回那部電影 就慢慢品味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鏡頭 都會有很多人看視 很多人會得到啟視 而且 根據年紀的增長 再看回周星馳的電影 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和感受 可能 小時候 我們覺得 周星馳的電影是喜劇 看過之後 就會很好笑 很開心 但一些 我們就會看成一個 例子片 看到電影中的 小人物就好像自己 年紀再大一點 經歷了更多 經歷了更多 也會看到一些 道理出來 也有些小鐘帶淚 這樣的意思 也有媒體報道說 周星馳以喜劇的序事形式 表達悲劇性的主題 在被別人歡樂的同時 也同樣引起觀眾的反思 而在賭勝 更加第一次令觀眾感受到 充滿想像力的喜劇 《西遊記》裏面 就表現了 很深刻的風格 等等 還有很多不同的影片 去到發展後期 少林足球 就用一些電影技術去打造 功夫也有不同的電影元素 混合在一起 所以觀眾每次看 都有不同的感受 現在報道說 成龍的故事性 就缺乏了很多 比周星馳那道 成龍的主要賣點 就在動作上 他的動作是非常好看的 很過癮的 第一次看 但是如果再看的時候 因為已經沒有動作上的驚喜 因為看過了 再看回看的 興趣就會大大減低 而且劇情上 也沒有什麼 研究 整個劇情 但是 其實 報道說 兩位的電影都好看 所以 基本上 差別就是這樣 我高登仔 怎麼看呢 其實他們的電影我都看過了 覺得他們兩位的電影都是好的 好看的 都是喜劇感高 而報道歷 都說 他們兩位的分別 就是 一些 周星馳的電影 多數有啟發性和哲學性 在裡面 不同階段的人 所以 可能他初期拍一些 有些電影倒性 或者 有一個 叫什麼 咖喱辣椒 說錯了 沒有掛 那時候 現在看回很多人 都有一種不同的感受 特別是最出名的西遊記 有很多人做過電影研究 而成龍 都很精彩的 但是 報道就說 當一個動作片 你看過一次之後 看過兩次之後 那些動作片 其實都看過了 那個驚喜 或者是翻看的機會就好 除非一件事 你可能看完之後 你忘記了這部片說什麼 可能你再看一次 但是周星馳的電影 就可以翻看 和有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年紀 所以我覺得這一篇文章 都挺有意思的 OK 那下次和大家 再講個 其他電影的分享 拜拜